今天是2020年2月17日星期一 欢迎收看今天的收听节目 我们看到在连续两个消息落地之后 一个是周末的A股再融资新规的落地 另外一个是今天中国央行的变相降息 也就是今天中国央行下调了中期借贷便利利率10个基点 这两个消息的落地 直接使得今天的A股是出现了一个非常亢奋的行情 从盘面来看 今天上午上证指数和上证50指数 就已经回补掉了上方的跳空缺口 上证指数今天收盘是上涨了2.28% 另外深圳城市今天也是一个放量过顶的走势 我们看到深圳城市今天是爆出了 这波反弹以来的最大成交量 全天成交量是达到了5702亿 指数则是创出了阶段新高 最终深圳城市收盘是上涨了2.98% 而今天涨幅领先的创业板 收盘更是大涨了3.72% 沪深两市全天扣除科创板和ST以后 涨停板加数一共是173加 没有一档个股跌停 A股今天全天的下跌个股不到100加 市场情绪的亢奋由此可见一斑 对应的在K线图上我们也可以看到 今天沪深各大指数几乎都是收出了一根非常漂亮的光头中央线 我们说今天A股的强势和周末A股再融资新规的落地有很大关系 其实A股这次的再融资新规并不是一个新的东西 但是在这个时候管理层将它进行落地推出 背后的意图非常明显 简单概括一下 这次再融资新规的内容就是三点 第一大幅降低了上市公司进行投融资的门槛 特别是创业板 第二大幅降低了上市公司定增价格的设定要求 第三绕开了大股东减持的限制 那这三点对于上市公司来说肯定是一个利好 因为放开了再融资 这就意味着上市公司可以更容易的获得资金 说白了 这是可以更容易的来圈钱 那么对于市场短期的投资炒作来说肯定也是一个利好 因为缩减了持股的锁定期 并且可以绕开大股东减持的限制 这就使得投机资金会更愿意去介入 那管理层在这个时候正式落地再融资新规 就是希望可以帮助上市公司去降低再融资的门槛 从而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 为现在的实体经济注入一定的活力 但是反过来说 这样的规定无疑是放开了上市公司和基金公司的合作 为双方进行资本运作以及市值管理打开了大门 这么说可能会有些拗口 那么换句大白话来说 就是我们后面又会看到接连不断的项目订阵方案出台 政策为上市公司和机构打开了题材炒作的空间 这样的一个政策 对于A股市场短线来说肯定是一个利好 但是对长线来说答案却不一定 原因很简单 就是资金的共策关系 A股之前每年的IPO募资规模 也就是2000多亿左右 而对标2006年和2015年的那两次再融资松绑后的情况来看 之前再融资的资金募集规模都是在1万多亿 所以长期来看市场能否有这么多的资金供给会是一个问号 但是我们说那是以后的事 对于很多人来说 大家眼下关心的是 同样是再融资的松绑 A股会不会重演2006年和2015年那两次再融资松绑后的风牛行情呢 对于这个问题 我们的看法是可能性很低 原因有三个 第一 现在中国经济是一个下行周期 这和2006年和2015年的情况是截然不同的 第二 目前A股的总市值比2006年的时候会大了很多 第三 2015年的那波风牛 当时除了资黄资松绑以外 杠杆资金的大量入市也是一个关键因素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这个因素再度出现的概率 我们认为并不会很大 所以我们认为 A股在线2006年和2015年的风牛行情的可能性 也不会很大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龙虎榜数据 今天因为中小板和创业板指数涨幅都超过了3% 所以很多贵股数据是可以不用披露的 因此我们看到今天龙虎榜上主要获得机构资金增持的贵股只有5家 第一家朗迪科技 今天是大跌了9.9% 不过机构资金却是逆时增持了1500万 第二家公牛集团 今天是公牛集团上市后连续一字版开版的第一天 我们看到三家机构席位是火速增持了8.89亿 对比今天公牛集团全天55.22亿的成交量来说 机构资金的占比就占了全天总成交量的16%左右 这也就是说公牛集团目前6000万的流通股中 今天就有10%的流通股被机构资金所买入 第三家博通集成 有一些智能穿戴概念 连续三天数据显示 机构席位是累计增持了7502万元 第四家圆龙雅图 网红概念 今天是获得机构资金增持2335万元 第五家安博通 网络安全概念 今天是获得机构资金增持4376万元 从板块热点来看 我们建议短线大家可以去关注这么三条主线 第一个军工板块 我们知道炒军工股 就是炒一个重组概念 那么随着A股再用资的松绑 后面军工板块中 借壳重组并购的动作 相信会陆续发生 第二个科技股 这也是我们认为整个2020年最关键的主线之一 但是眼下考虑到不少科技股的股价已经被炒得很高了 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去做一个追涨 对于科技股 短线我们可以去适当关注两个方向 第一个就是新出来的题材 由小米新推出的WiFi6路由器 和充电器所引发的氮化钾充电这一块 另一个就是前期调整比较充分的科技股 比如说像芯片以及PCB之类的 第三个农业板块 因为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蝗虫灾害 触发了整个农业板块的启动 那对于农业板块 我们可以关注三个方向 分别是农药 棉花和白糖 因为中国每年进口的棉花有将近五分之一是来自于印度和巴基斯坦 所以一旦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棉花产量出现问题 那会直接影响中国内地的棉花价格 其次印度也是全世界蔗糖的主要生产国之一 所以印度的蝗虫灾害 可能会对全球的白糖价格造成一定的影响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北乡资金 今天北乡资金是净流入82.7亿 其中互股通是43.6亿 深股通则是39.1亿 北乡资金的表现今天是和大盘出现了享福的背离 北乡资金今天是一个互强深弱 而大盘指数今天则是一个深强互弱 所以从这个背离的信号来看 我们不建议大家在这个时间点去做一个过度的追高 并且我们还需要警惕市场短线可能会出现的震荡 另外今天北乡资金个股活跃数据中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北乡资金净流入前五名的分别是 贵州茅台净流入6.2亿 中国平安净流入3个亿 中兴通讯净流入2.7亿 宁德时代净流入2.4亿 五辆业净流入1.8亿 那今天北乡资金净流出前三名的则是 半颗A净流出4.3亿 龙基股份净流出3个亿 格力电器净流出1.9亿 我们可以看到贵州茅台和中国平安这两家龙头 今天是再次排在了北乡资金净流入的第一名和第二名 最后我们简单总结一下目前的操作策略 总体来说 这个时候我们不建议大家去做一个追涨的动作 挖掘个股和板块的补涨效应 依然是现在最为稳妥的一个方法 之前我们认为 A股在完成回补缺口的动作以后 市场会迎来一波技术性的调整 因为指数上方的压力非常明显 这点从上阵50周K线图上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5周线和10周线以及20周线都是一个死差 但是另一方面 因为周末A股再融资新规的落地 我们也看到今天A股涌入的资金是超出预期的 那随着A股再融资的松绑 这势必会引发机构投资者参与订增 重组或是并购的兴趣 所以接下来A股能否突破上方的阻力位置 成交量就成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 其中特别是券商股的成交量 我们看到今天券商板块全天成交量是537亿 券商板块中的龙头中信证券 今天全天76.37亿的成交量 也是位列护身两市成交金额榜的第一名 那后面券商板块能否继续维持400亿以上的成交量 会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 我们说如果券商股后面是一个虎头蛇尾的表现 那么A股在连续反弹之后的回撤力度也会是比较大的 科技股方面 我们依然可以将着身为定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风尚标来进行研判 那么这是今天的收评节目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